今天上午在淡水屯山社区 游农会以及社区还有屯山国小 一同举办健康食农推广教育活动 第一站就是带着小朋友走路到校园附近的农田 进行插秧体验 小学生说实际夏天才知道原来农夫插秧这么辛苦 一群小朋友光着脚丫子准备夏天到农田里头 今天上午在淡水区屯山社区 游农会以及社区还有屯山国小 一同举办健康食农推广教育活动 而第一站就是带着学校的小朋友 徒步到校园附近的农田进行插秧体验 学生听从老师的指示排排站好 接着将分配好的秧苗一步一步慢慢地插进泥土当中 小学生说实际夏天才知道原来农夫插秧这么辛苦 因为这次插秧已经插很多了 然后有一种成就感 如果抓到插秧的技巧怎么插得比较好 就要站在两三个秧苗中间的空间 这样比较好 有时候他们也会觉得很累 尤其在割刀的时候 我们今年的重点是在于说 让小朋友体验农夫重到的那个辛苦 体验当然有大人带着会比较好 那我们今天幼儿园也过来 他们比较小这样的活动需要协助 我也希望能够跟小朋友一起同乐 一起参与这样的活动 校长表示其实淡水屯山比较远离市区 以往都是以农业为主 因此为了要让学生了解自己的生活环境 校长还特别夏天亲自教幼儿园的小朋友 怎么插秧 而淡水农会表示 借由这个活动也教导学生农业的重要性 也了解到有机农业市未来的趋势 此外这一次淡水农会也提供了秧苗 来支持这项活动 那我们希望说让小朋友从小就有这样一个 对我们的农业食农教育 跟我们的有机农业有这样一个概念 我们希望他这个概念就从小来奠定这样一个基础 让他将来以后的话 对自己的家庭里面的食物的用餐 让他们了解说我们的一个安全 所以我们这些包起来的童子都真的很赞 都比较无独有机的 这就是小朋友来体验后 可以背后一种爱秀的我们私密的问题 以后就是如果在吃饭的时候 一只饭也不能浪费 就要修学 可以背后这种修学 就是做学生在学习当中的 也是一种可以成长的问题 屯山里长表示 在淡水屯山早期就是淡水的大粮仓著称 而这里有相当充沛的大屯吸水灌溉 所种出来的稻米特别好吃 而这一次与学校举办茶阳活动 不仅是能够让孩子真正体会到 农民在大太阳底下的重道辛劳 也借此教导孩子健康食农的观念 让孩子留下一个难忘的回忆 记者许多安一的水三萌报导 在前面上的水淌溉 也许多安一的水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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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也许多安一的水淌溉